有没有注意到 中国股市在雅股日股韩股台股收盘后的两点之后 又拉尾盘了 拉尾盘就是主力多头还在的意思 两点过后记得这个观念 请你一记要看我的台股新功力 然后就是要跟大家讲 中国股市拉尾盘 中国中小型的科技股全面飙升 中国的西光池再写下历史新高 中概股 中概电子股 请你务必要把握 我写在那边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就看我的台股新功力 不管怎么样 先来听听听我的免费语音当中的三档标股 台股新功略带你掌握全世界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亨达多顾 确林泰老师 感谢你每天准时的收看 这个盘 这个盘重点就只有一个 美国股市平平 中国股市如果不涨 那就比较麻烦 因为这个 我举例给你看 那马上给我按个赞跟分享吧 我还是那一句 你给我按个赞不会少你什么 有些投资人问我说老师你假如生计股没动 也是会动的时候 股市就是 投资朋友 你想一下 中国股市涨 股市就是一个轮动 所以我经常跟同学讲说你不用担心参加我的会员 反正没有让你赚钱就一直帮你服务下去 就好像我们做上个礼拜出货柜三雄 也是低档买卖买卖一路买卖 就这样一路做上来 那过程当中还遇到股灾 是不是 全市场也只有我这种老师会一直讲我认为看好的东西 像我讲莱德集团 我讲威胜集团 我就是会一路看好 讲好看好的 因为不然你动一个吸一个你赚不到钱 你自己想就知道 所有老师都讲 把那个掌停板拿出来讲 这个我做三十年 对我来讲 我脸皮比较薄 我看好就看好 可是我一定会有依据 我一定会有依据 我说我没有看好 我今年没有赚到机器人概念股 我就跟你讲原因 全世界机器人概念股没有一个像话的 为什么只有台湾的机器人概念股在场 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理解 我现在就是跟你压中概电子股 我现在就跟你压中概电子股啊 细光子啊 生计啊 重电啊 我就是跟你压这个 这个 因为我看得到啊 你看那个散热啊 美国股市的散热都快要创历史新高 都快要创历史新高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 全市场都在 中国股市 所以我们要看路股 那来 我先解释给你听 欢迎你加入LINE 欢迎给老师一个赞跟分享 赶快来加入 我们最新的已经录进去了 录进去了 所以我这两天赶快加码 新的这个录进去录好了 好 那新的股票 这个这个我们 你看我们讲 跟大家讲的 待会我们要讲这个 这个叫上证 这个叫上证指数 我稍微摸一下好不好 上证指数 待会我会讲它 讲它 好 那 填表参加会员 填表 然后呢 这洗盘 这是 这个明天就录新的了 新的了 不过应该也是洗盘了 洗盘呢 洗盘内容很广 好 私信 华语财经12点 那12点15分 每天固定 好 那17分了 那现在周一没了 这周二 周二有 盘中 是这样子 好 时间跟结构 时间跟结构 好 那电子非电子 现在这个 就在这边绕 绕这边绕 但这一次的主角呢 在上证 在中国股市 好 美国股市你看 道琼工业支出 实际上这是创历史新高 不过凭良心讲 你看这个图形 这里有涨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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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过去你把它算嘛 20个交易日子 过这段时间 涨涨跌点 就停在那边啊 这样对不对 是不是 这样对不对 好 那斯达克 一样啊 没什么变啊 他比费办稍微好一点 标普如二 这一样啊 这是创历史高点啊 你要注意哦 标普五百指数 是接近历史高点 但是我为什么 我们对美国看法 美国看法保守 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这个叫V是恐慌指数 第一点在这边 就上一次的历史高点 它维持 它一直都维持在 在这边有看到15 现在来到22 就是说你标普在 在历史高点的 这个附近的时候 可是恐慌指数 没有低点了 就好像我上次跟你讲 那个黑天鹅指数 黑天鹅指数 跟恐慌指数不一样 可是照理说是 照理说啊 照理说你以标普 这个位置有没有 它应该 恐慌指数应该 还是在这个位置才对 可是为什么恐慌指数 昨天 昨天 这因为这是期货 我把最新的印给大家看 这是15 这是22 昨天的恐慌指数的现货 涨17% 昨天美国股市 没什么大变化啊 昨天恐慌指数涨17% 单日涨17% 按照这个道理原理来讲 标普500指数 在历史高点附近的话呢 恐慌指数应该在 至少在相对 15 16这附近才对啊 为什么昨天恐慌指数啊 单日大涨17% 而且22跟15 这有一段距离的呢 这20站上去的话 美国随时都有可能拉回 它现在22了 诸位你知道我要表达是什么吗 就是这个费城半导体啊 它一直没有过高 你说老师这不对 CBOE啊 芝加哥齐全交易所的恐慌指数 这个的波动率 这个叫波动率 恐慌波动率 情绪波动率 情绪 恐慌啊 情绪的波动率是按照什么 是标准普而 标普做依据的 那你怎么跟我讲这一半 我跟你讲 今年的不然黑天鹅指数 创历史 新高也好 这个大跌也好 全部都跟废半有关系 所以我不是很相信 千元以上的台积电 是可以买的 我不太相信了 但是这个有盲点 这个有盲点 这就有盲点了 恐慌指数奇幅 它是有盲点的 为什么 为什么标普是在历史高点附近 恐慌指数却涨了一大段 表示什么 表示美国股市是有问题的 潜在的危机 中东 战火 有可能啊 全面新开战怎么办 这回应了我们 今天我把那个黑天鹅指数拿掉 那要历史高位 我们就不用讲 我们今天就讲恐慌嘛 下个月财报到底好不好 上一季财报到底好不好 这几天开始公布 先公布美国银行股 下下礼拜 在这个接近月底 在超级电子财报周 是不是 还有呢 美国总统大选 然后呢 然后 等一下你去看 去看 备办 上证啊 今天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 涨3.41 还在盘中 3.41 不是结束还是开始 当然是开始而已啊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是上证 上证指数的现行图 今天一度涨得快 他们的学者说 开盘就是收盘 就是 没有 这个震荡架构 那但是你看到技术面 看技术面 上证 这个上证指数的技术面 有没有 他算是跳空上去 但是今天有爆量 那是结束呢 结束吗 那如果呢 你看早上一度杀到这里 涨1%而已 这是涨了大概9%多 快10% 几乎全部涨停 9%到10% 那这个呢 这个是涨1% 现在尾盘了 所以如果中国股市要旧市 通常是在我们的雅股 日股 韩股跟台股收盘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收盘 我们这里收盘 它就开始拉了 那我这是 这是在 在这个时间点 是刚刚才印的嘛 之前印的 有没有 那时候涨3%多 现在呢 涨4% 就看看最后是 那表示说 只要 只要他今天继续 像这个模式涨上 因为爆大量 有没有 是不是天量 我们还不知道 那爆大量 爆大量 中之辈的都在这边 中之辈的 中之辈的 都在这边 他爆大量 那涨4% 我认为OK了 OK 所以我非常看好 中国股市 涨这么多 涨这么多 整理一下合理 创了一两年的新高 2022年 2月以来新高 是可以休息一下 相对是吗 而且他在台股收盘之后 才又继续拉 因为我们是一点半 韩国跟日本都是两点 他尾盘在继续拉 那就符合我跟大家讲的 他们持续在拉尾盘 持续的 但这今天不会涨10% 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但是意思到了 观念到了 有没有 雅股收盘 应该说 日股 韩股 这里面比较大的市场 日韩股市 台股收盘 他又开始拉一波了 表示说还是有人在救市的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两点过后 两点在这边 过后 你看14 两点过后 开始再拉一波 两点过后 最后大家就涨到这里了 他们没有像我们盘中关心地利 那我认为他是多头 所以威胜集团是中概股 中概股 莱德机长是我看好的 也是有点中概股的特色 美颜值度真的没有变 美债殖利率 又来了 3.988 然后呢 涨上来啊 然后现在多少 4.0了 是不是 这美国股市涨不太上去 因为原油大涨 原油继续大涨 你知道吗 原油继续大涨 你就要注意了 但是原油会飙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因为这跟中东有关系 但是如果中国股市继续涨的话 原油料还是会涨 好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 新 新益胜 中国大陆来 这个代号叫300502 我们打给你看 今天涨停 有没有看到 新益胜涨停 这是昨天 这是昨天 有没有 这是9月30号 这是9月30号 有没有 它是历史高点 这9月30号 大家看到吧 然后呢 今天 涨停 新益胜 有没有 集数面给你看一下 涨停 这是历史高点 今天涨停 涨20% 我没有跟你乱讲 那因为 美国这个持续在涨 涨率的新高 这个中国 这是华尔街推荐 推荐那个 那个 那个 这个 AI 整个 AI 的那个名单里面 就是细光 只是这一档 还有呢 它是亏损很严重 这个赚不到什么钱 中续续创业 本利比两三百倍 本利比两三百倍 我们看一下中续续创 来看一下 300308 300308 涨停 就在刚才 涨停 中继续创 所以明天呢 拼了嘛 西光子今天 在中国股市再创历史 就要除了今天晚上 美国的西光子股 狂跌的话 那又另当别论了 我都是这样做的啦 我就是这样做 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就是这样做的 有没有 看一下 有没有 涨停 中续续创 那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 来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继续拉 最后十分钟 继续拉 那比方说 过了两点过后 这是两点 这个地方你看 你有没有看到 十四在这边 过了两点之后 他继续拉 就比方说 有人在雅谷日韩 通常就 中国就是 他们也有这个习惯 他们就是有这个习惯 但是呢 这些 这个股本 他中自备 中国实物 中国建筑 有没有看到 中自备都在这边 他们到中国人寿 都是很大的股票 群众股 所以尾盘 虽然指数没有收罪 因为收罪高 就是今天开盘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了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是 新立正 他们的 他们的细光值 今天又飙了将近 15%到20% 而且创下历史新高 请问我们的细光值 我也跟大家讲 这个都是亏损的 中继 中继细光 这个是小赚 我讲EPS 这个 这个是本益比两三百倍 当时 你讲得听有吗 所以 上证指数 或许没有尾盘 收到最高点 但是他在旧式的 这个模式 在这个 这个 日本股市 韩国股市 台北股市 两点收盘 我们是一点半收盘 之后继续涨 表示说他们持续 有着资金在介入 那为什么 就选在两点或者两点半 过后开开始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市场上避免 资金 流窜 这样大家可以统一进场 去这里 不会被 日韩台股的资金 流走 那如果是 因为他们以前 中国大陆就是 都是尾盘 就你们休息 我再去拉 不然你们倒给我怎么办 那如果这个是 中国自己的资金 或者中国自己 这些个股的 实施库藏股的 这些企业 或者呢 老外 外资券商 这个外资机构的资金 要进去 他们也不会利用 他们也会 因为跟着 中国的这个操作 他们的 所以 所有的那个 就是政府啊 基金进场的意思啊 或者他们的 大户主力 这种做法 跟着这种做法 就是会最安全的 你避免被 韩股跟日股 在那个时间点 吸掉资金 所以呢 有没有 上阵 12点过后 2点过后 拉回 开始拉 开始拉 但是呢 上阵虽然开高走低 你看日K线在这边 但是呢 细光子全面在标 我的概念 就是要讲这个 我从这个 从刚才讲到这边 讲了三个概念 为什么 恐慌指数 创波段高 昨天美股 没啥行情啊 为什么恐慌指数 但是大涨了快20% 第一个问题 美股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 大家寄望的 中国股市 今天果然开了快10% 我们用上阵啊 创业板已经涨 涨15 6%了 又几乎来到今天高点了 创业板 比较小型的科技股 涨对多 特别 你都会什么 那 他们是在我们台北股市 雅股12点收 2点收盘的时候 开始拉尾盘 这个做法 就是多头还在的意思 但是上阵是比较权重大的 你看这些有没有 中国石化 中国两桶油啊 没听过吗 中国喜欢讲的 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 有没有 两桶油啊 有没有 都在这里 但是科技股比较小的 却是飙翻天 所以呢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有没有 涨停 中级续续创 涨停 20% 中级续创 中级续创 看到吧 有没有 刚才讲这个 这个什么 新益胜 新益胜 你看这是300502 然后打给你看 300502 涨停 也是刚才才拉尾盘的 细光值 当然两个条件 中国的细光值 今天又狂飙了 创历史新高 其实中国很多指数 很多分类指数 这里面只有 为什么 这就能够解释 你看那个 3633 3633 3363 你看 亏损的 亏损的 今天持续涨停 3081 20分钟 交易盘 联雅 我就不相信 这个明天 当然 我还有一个大前提 美国今晚上 细光值怎么样 美国晚上 这一类 这一类 哪个这 AO 马贝尔 麦威尔 怎么样 来决定明天 4979 要不要加码 你如果去一边 中国股市 激光池大涨 这是这个点 可是中国为什么 激光池 这个分类指数 创历史新高 而且不断的大涨 这个有原因 因为这是什么 这是AI基础 也是中国市场上最拿手 它也宣告全世界一个重要的重点 你AI要进入第二阶段 所以今天中国股市 这个拉尾盘是很重要的 虽然不是收在高点 所以我说中概电子股 有没有 美股不怎么样 但中国股市越强 恐慌 恐慌指数 居然就盘高 那表示说 美股的背后 有什么因子在 这我跟大家讲 这些现在都还在涨 这些现在都还在美股市当中最强 你会缘由 是昨天的啦 没关系啦 懂你的人 你不用去跟他解释 不懂你的人 你解释了也没用 没关系啊 你可以继续问我的重点 问我的生计啊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需要跟你解释什么 我就是看好 我看好西光子 年初看到现在 我就是看好 我现在非常非常看好 威胜集团的股票 所以你明天一定 因为这两天刚好在公布财报嘛 有没有 这是昨天印的 这上个礼拜 9月30号 它国欠西路日的 今天中国大陆的西光子 又飙翻天了 涨了15%到20% 整体啊 最重要两党的 中继细算跟新益胜 全部涨停 那就是说 这样讲 西光子概念股 你都有些没涨 今天好像4979的平平而已 那就等美国股市今天晚上啊 因为 这怎么讲 如果中国股市的这一类大涨 然后美国股市这一类大涨 那就是 美国股市昨天西光子 平平嘛 是没有大涨就平平 没什么表现 对不对 但是 就在等今天中国 那今天中国很成功啊 你告诉我 卫胜这么大的市场 不是卫胜 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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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股啦 A股这么大的市场 你要这样涨停盘 开盘 收盘 那不可能 它涨个4% 5% 可是小型股全部飙翻天 这才是股票市场上大家要的 你问中国国民他们真的会去买两桶油吗 他不会去买两桶油 不会去买两桶油嘛 就好像台积电涨2% 对不对 台北股市当然涨300百点 那台积电如果跌2% 对不对 台北股市 可能是跌100点200点 那也没关系啊 一大堆股票涨停 你要不要 你当然希望这种的啊 这个观念到哪里都一样 所以美国股市现在因为 我看那个Vis恐慌指数 针对指数嘛 所以指数 这个美国 中东战罗 美国总统选举 下个月 这个上一季的财报 全部都来了 表现有限 那有什么关系 重电概念股 电力概念股 生计小型股 飙翻天 然后呢 一大堆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系光子 都没有基本面的 刚才不是跟你讲 那个那个美国系光子 亏损连连 你要的是这个 那基本上 现在大市场上 像昨天在等 你今天的这个 这个中国股市怎么样 就中国股市 今天是成功的 你不要误会错译 今天中国股市 是成功的 听到有没有 今天中国股市 是成功的 很干脆哦 对对 今天中国股市 是成功的 他不可能 这个都是权重股涨 这怎么可能 台积电涨停板 你用这个推顿到台北股 就是这样子啊 不可能 可是他成功了 他开高走低合理 因为他之前涨过一段 之前涨过这一段 开高走低 但是最后尾盘拉上 全部都是中小型股 赞 所以中国股市成功了 而且他 他依照我跟大家讲的模式 我这边连线 那12点过后才开始拉 他不是2点过后 杀破这里 那当然就比较不好 而他拉抬来 全部中小型股 那就对了 那就绕回来 威胜 2388 为什么 尾盘拉这一段 他盘中海 你觉得 这起立不想 突然间拉 中概电子股 明天 就看他 宏达电 来得 因为 我已经跟你讲了 这个恐慌指数 代表台积电 这一段时间涨的 可能不见得是真的 为什么 为什么 苹果被降频 赶快来看 我们先把观念讲 苹果被降频 跌两怕多 亚马逊被降频 你看那个微软 你看微软的基数面 这很难看 AI 你去年开始 那个2023年开始 那个 那个AI是谁 是他的 OpenAI越搞越大 跟他就是有关系的 他是这样子 他叫微软 目前只有一档 META META 只有他创历史新高 META创历史新高 昨天还一度创历史新高 拉回 只有META 为什么 是元宇宙 你把元宇宙再绕回来 就是宏达电 那宏达电 连他拉回两天呢 满一点就出现了 那宏达电 在这一步行情当中 又被归类于什么 中盖电子股 所以威胜集团 宏达电 还有威胜 当然我是做威胜 那宏达电 就是台湾的元宇宙 这个就是元宇宙 同志们 我讲的都是 都是我看得到 合情合理的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 这个叫 微力技术 散热 这个高点就是 双孔跟 3017 这个散热的高点 这是昨天的 这是昨天的 这是10月4号 这是10月4号 10月4号 你看哦 这是10月4号 这是 这也是 这是 这个是 没关系 这里 线型没有 没关系 这个是10月4号 有没有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 昨天10月7号 VRT 再打出来给你看 是不是继续创高 10月4号在这边 有没有 10月4号在这 10月4号 上个礼拜五 隔两天 是不是继续创高 10月4号 你看有没有 看一下底下 10月4号 他是不是继续创高 我会不会骗你 那这个高点 是不是快要创新高了 会不会骗你 对 这个我一定跟他拼了啦 基本面那么好 这个都讲过了 都讲过了 华欣光 华欣光 华欣光我们这边先出啦 那我昨天跟你讲说 这是一倍的 你开什么玩笑 好 那 拉回买还是逢考买 好 那我今天再把 做两个 今天拉回 那一样 如果 因为今天没有问题的 你今天看到中国大陆的西光值 又狂飙了嘛 又创历史新高 狂飙了 那如果美国今天晚上西光值标 那来到这里就是买点了 如果表现平平 就是这边 这边高 这边高 美国高 然后这个中国 那我们四状况做调节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讲得很清楚了 华欣光 我 只说我讲说中概 拼中概电子股 我今天用这个尾盘啊 包括你看到的什么西光值 那个西光值就中国大陆 这个中小型电子股的代表了 听有没有 这个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中国大陆的小型电子股 中小型电子股当中 只有西光值是创历史新高 也只有西光值的这个 基本面是几乎是最烂的 当然今天那什么齐天科技 黑天 不是 黑悟空的也全部都大涨 这是一定的 它代表就是齐天科技 但是我对中国股市非常了解 我天天在看 是不是 我每天至少看 两三千档的国际股市 所以有些钱我赚不到 就好像我跟你讲 机器人概念股我赚不到 因为国际机器人概念股很差 从日本中国韩国到美国 都不怎么样 我赚不到 这个我自己认 可是我认为有机会的 像生技股重电 这个我一定跟他拼了 我一定跟他拼了 你可以留言骂我 没关系 你终于会得到答案的 就好像宏达电 卫生 宏达电 明天就看他们怎么表现了 唯一会有意外是说 看他们基本面怎么样 但是宏达电宣布了 九月是年减 但是越大增 越大增 它是元宇宙 就是这样子 平平看 今天是这样子 今天就是最卫生 就是这样子 就突然间 它上来 就突然间它上来 其官坑和成口 这个 特别人你要记得 大股票归大股票 台西店会有大股票 可是你很清楚的 今天的中国股市也拉尾盘 找盘最高是一定的 因为像家公 今天一开盘就是收盘了 可是这句话也不是错误 你如果是 两桶油三桶油那种大型股 中国人寿那种大型股 就应当别论 可是小型股啊 真的就是拉尾盘 你早上买你也不用怕 刚才讲的细光子 你不用怕他们这样拉涨停 不是一样的意思 那你那个小型股啊 中小型股的科技股 整个旺起来了 整个旺起来了 那就 就还原到台北股市 就是细光子 3363亏损继续涨 我们出面讲一个3363的东西 给你看 3363 我讲给你轻 我帮大家给你看 你会记得那天吗 我告诉你 这个是 这个华新光那天是洗盘 有没有 有看到这个 这一天跌天板 大家认为细光子 我跟你讲是洗盘 因为你看到的 从中国日本到美国 韩国比较不理喻这些 因为韩国比较奇怪 你看到这些西光子 全部都狂飙 所以这一根是洗盘 就是这一根也是洗盘 3363的这一根是洗盘 你现在完全应验了 只要有国际股市相关股票的大涨的做背景 你再等也是等几天而已啦 我就是这一句话啦 中概电子股今天 因为它位阶比较低 系统也是标准的 你网络上一踩的这些中概电子股 大家讲中概电子股 它今天涨停 它一大早就涨停了 最后就拉它 那明天能不能过146 能不能过146 它过146一定涨停 那就飙了哦 就冲出去了哦 就冲出去 而且它今天很漂亮 还在那边又空哦 还在盘下又空哦 我今天很漂亮哦 很漂亮哦 就梅桃创 就是讲宏达电的 那刚年这个讲过了 今天开高走低 压力中电看好不变 今天都没什么动 我们觉得印太 印太我们是9月27号 9月27号是这里 想到印太 有没有 你有没有看我的免费的会员影音 今天那三档啊 轻轻看啦 9月27号 这有免费的影音 9月27号 9月27号在这边 快去看啦 快去登记看一看啦 这个不是今天 今天跌啦 明天搞不好就冲上去了啦 莱德集团啊 每次做的 说实在跌无可跌啦 我也不知道要冲什么 跌无可跌 为什么 没有成交量 融资渐轻低 这都是全世界电力干领股 不过电力干领股在国际股市都有 都有很好的基本面 你那涨的是有道理 推荐的 这是电力不是电子 打错了 打错了 长龙 长龙来来来 就涨一段 长龙大家都知道我们做过嘛 这里卖的 那我跟你讲准备再出手 那什么叫出手 我给你我给你一个观念哦 因为巴菲特突然间看好 巴菲特突然间看好这个 这个日本第一大航商 9101 你看 巴菲特在这个是美东 美东就是罢工结束 美东到罢工前期的这一天 这一天 这是历史高点 就是上个礼拜 你往前上个礼拜这一段时间 这个中国 这个日本传出来说 巴菲特准备要开始 进京 日本股市的两个 没关系 我明天引给你看啊 这个新闻也有 就是银行股 跟 跟海运类股 那大家就看 因为巴菲特这是第一大航商 一定会去买 没有你去买小型股 所以这个地方创 创历史新高 结果 一样啊 长龙不是也跟着下来吗 为什么这下来 美东 不罢工了 好 那日本呢 这个也连跌 那这什么时候要买 什么时候要买 告诉我什么时候要买 我们用巴菲特思维 如果 中国股市海运股是没有问题 是一路在大涨 那是不用管他 因为他是整体涨 看他涨上还能不能 因为昨天 昨天马世纪也指纹了 但是如果 如果以这个巴菲特的思维来看 看亚洲的这个海运股的话 他居然去买 买日本的 的海运股 所以用这个思维来看 这个只要开始涨 我们就回过来接这个 好不好 这是我的思维 觉得可以吗 如果你想做三大行商 因为我们去 这个是创新高卖掉的 2603 去年就是这里 你说老师没有创新高 创新高是这里 你要这里要加 加10块钱 加10块钱就超过这里 因为他除息啊 这是229嘛 你这不是214 这加10块嘛 对不对 就224 就不是这这这这 这这这 229就接近了啊 高卖啊 我们就是这样 从这个80几块 这个是我们除息前买的 然后他有 他的全值 他的除息70几块 70块 80块很贪 你过了这个就就赚了 过了这个就赚了嘛 就赚了嘛 就赚了七八十块 来到这里 但是过程当时 我们有买有卖 每次这个过程当时 都会遇到这个 遇到这个 对啊 投资人也是都都 不会动啊 还有什么说 海运股你不会动 不会动 不会动 不会动创新高 对不对 老师这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个 这个 海运股又不好 什么 这创新高耶 这几创新高耶 这一两年的高点耶 什么时候买 我刚才讲过 我们等一下那个 日本航商 好 这一样 准备再动手啦 这也是10 我们出105啦 这最高来到100几吧 109的样子 也没有卖到最高点啦 准备再出手 我们现在是等他 等他 等他止跌 我明天 我记得把那个 这个新闻印给你看 这是散热指标啦 散热不是说 立志 有没有 117 小亏啦 两三块钱啦 印太 有没有 转上来 青云 大家熟悉了吧 青云 这个是七月份嘛 要不要掉死了 七月份就在这里啊 就在这里啊 要死遇到一个股灾 这一根就是股灾 它只有跌半天 就拉上来了 第二天想要加 因为我们买了四五次啊 你四五次你要怎么加码啦 被吓一跳 第二天要加码 原来这个位置就买了四五次了 你就没有什么加码的意思啊 所以 两卖 一卖 一卖二卖就好 那是我随着买盒耶 对 今天涨停喔 这是不用急 这个还跟比特币有关 所以 比特币概念股 我们就是两党 一个青云 一个什么 一个 2399 事实上印太比较弱啦 印太这一次的 提示台跟 跟他的子公司啊 矽光值有关系啦 所以你真的是比特币概念股 一定要找什么 5386啦 仔细 所以矽光值 这个 印太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基本面啦 那显卡不能 但是这个 这就不一样了喔 所以今天又涨停了喔 我跟我一个投资办讲说喔 因为他上次卖 他没有卖 我刚才讲说 机会来 因为我长线是非常抗好比特币概念 我非常抗好加密 但是现在因为美国 现在正在选举啊 比特币忽涨忽跌啦 但是六万 六万他手稳的话 六万五的 昨天来探 我今天本来 是人间想要买他 那开得很高啊 原来他昨天的营收 才想说要买他 因为我认为比特币又要动了 我才想说要买他 就拉涨停了 股市有时候就是不等人啦 一上次就涨8% 9% 而且被他出手 但是股市有什么关系 他会拉回啊 准备喔 准备拉回买 好了就这样子了 就这样子了 就这样子了 先去填表啊 这个填表里面这个太重要了 投资表你 你看我跟你讲的这样 中国股市太棒了 真的是 中国股市太棒了 中概变质股会飙翻天 你去看我们底下那两档 还有呢 进来填表看那些股票 看到那个重电 看到那个生计 会不会 中国股市重电跟生计 他们生计股是狂飙的 当然你不能这么说啦 因为他们什么都飙啦 这不能这么说 可是他有一个 刚刚那个 那个叫导火线 导火线有人要点火 已经有人有 全是要点火这个中小 其实中国股市跟 跟我们传统上 所想的那种民营股啊 是有关系 中国股市为什么那么多年 跌那么重 因为它基本面不好 基本面不好 那涨的过程当中那种 那种赔钱的公司 快破产的公司 不要翻天 这就代表另一个民营股 以前美国股市 在涨民营股啊 民营股就是没什么 命啊 MEME啊 就是没什么基本面 那中国叫做抱团股 这阿萨布呢 还不怕 这时候都大气啊 美国也是啊 那个生计股大型 全中股生计股 就没什么动 小型全中股 小型那个生计股 一天涨100%了 有没有 多的是啊 美国现在已经陷入 那种民营股当中啊 你才会细光子 细光子都 我跟你讲 全世界的细光子都 都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赔钱的公司 你还看到四九七九的 华欣光还赚钱呢 上一六三的破落位赚球 六四四二的这个光盛赚钱 知道就好了 就这样啦 看看 我也希望同学们 你利用 我们光会十月 给你最好的优惠 你要什么 有什么 要软体 金光操盘软体 给你软体 课程一定有 我们这个礼拜 讲的是洗盘嘛 洗盘 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 都是要讲洗盘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那个3363的这个 这个前几天打到跌停板 然后入创新高 那个洗盘的原因在哪里 都在我的课程里面 注意我跟你讲的 我跟你讲的个股啊 即将要狂飙 因为搭上是中国股市的线 这一条是最重要的线 台股新攻略 祝大家 明天见